如今张若云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影视演员 很多人都知道张若云当初是凭借《庆余年》而正式成名的 但是他出道17年的时间 为大家带来了优秀作品并不止一部《庆余年》 而今天阿乐乐就给大家带来五部让张若云封神的作品 每一部都非常的经典 但排名第一的却不是《庆余年》哦 在这部剧里面作为主演的为李一峰和周冬雨 张若云在其中仅仅是一个配角 不过因为这部剧在剧情的塑造过程中 设置了环环相扣的一种悬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让观众们能够在观剧的过程中 感受到被渲染出来的紧张气氛 所以也让这部剧集成为了一部经典的作品 而在其中大家一直讨论周冬雨的演技 比不上《看青子》的时候 张若云饰演唐山海的 在剧中的表现也是极为出彩 作为和沉身并肩作战的军统人员 他有着自己的爱情和梦想 能够为之付出一切 虽然和徐碧城的假夫妻 但是却深爱着徐碧城 并且为多次为了双方的鲁莽行径 而收拾烂摊子 是阿乐乐在剧中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整部剧当中 除了周冬雨的演技成为一个问题之外 其余的演员表演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丰富的细节 缜密的逻辑和接地气的表演方式 让很多年轻人更容易接受这部剧 去拉近自己和当初那个特殊年代之间的距离 所以这部剧集 应该是早期张若云最为出彩的一部作品了 二 庆余年 作为让张若云所爆红的剧集 庆余年有着非常多的亮点 比如他将电视剧作品拍摄出了电影版的质感 还有其中新老优秀演员表演相得益彰等等 再观看起来 张若云虽然作为主演 但是其他的每一位角色 都是缺一不可 在剧集的开头 他将原著当中的穿越情节 改为了文学专业生的小说创作 这一点还是非常巧妙的 既避免了如今限制穿越剧题材的原因 又能够维持原著对于穿越的这个设定 而带有现代思维设定的范贤 无疑是剧集当中带来众多梗的人物了 整部剧节奏推进流畅 剧情也非常的紧凑 再加上偏喜剧幽默的风格 自然也是让很多观众非常的喜爱 它不同于以往的穿越古装剧 主角穿越过去之后 便陷入了皇室权谋当中 直接和现代完全隔离开来 而是开辟了将现代设定和古代设定 融合在一起的故事 可以说在庆余年当中 出现任何现代的东西 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更不用说范贤母亲留给她的巴雷特了 这部作品是张若云为数不多的奇幻剧作品 主要讲述了人族和羽族在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下 经过了短暂的和平再度爆发了战争的故事 并且这部作品当中 有着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 那就是张若云将关晓彤从空中扔下 可以说这个视频在网络上面 也是被制作成了各种的表情包 确实是剧中非常知名的一个梗 而整部剧可以说非常针对女性观众 在其中以《丰天意》和《易芙林》这一对CP为线索 为大家呈现出了一段非常唯美而浪漫的细腻爱情 虽然有着言情剧的外衣 但是整部剧在古风、画质和特效的呈现上面 可以说达到了当时古装剧的一种顶配 所以不仅仅是女性观众 男性观众同样非常认可这部作品 虽然《九州天空城》没有任何小说的基础 但是关于《九州》的世界观 确实有着庞大的粉丝 剧集节奏清晰明快 人设也能够让观众一目了然 确实是难得的一部精品玄幻剧 所以阿乐乐还是推荐大家入坑一下的 4.法医秦明 作为一部刑侦剧而言 法医秦明系列可以说是阿乐乐最喜欢的张若云作品了 法医这个职业其实属于生冷题材的形象 在很多刑侦剧里面 仅仅是作为一个小配角出现 但是这个职业本身就充满着一种神秘感 所以大家也是非常期望了解一下法医的工作状态 而法医秦明的原著小说作者秦明就是一位法医 他在塑造这个作品的时候 也是对于自己经历过的真实案件进行了一些改变 所以原著小说也是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 而改编成为了影视作品 也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带入剧情当中 除了剧情的真实性和专业性之外 其中的角色人设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比如秦明的毒蛇 作为其助手李大宝 比汉子还汉子等 都是能够让观众随着他们深入到各种案件当中 并且除了最开始两集的大尺度重口味之外 从第三集开始还是展现了满满正能量鸡汤的本质 再加上很多的欢乐元素 让法医秦明真正的成为了一部优秀的行侦剧 五 无心法师 这部剧从题材上面来讲非常的新颖 其跟以往的玄幻剧《装神弄鬼》不同 无心法师是真正的讲述了他自己的鬼煞世界 民国时期本身就是一个乱世 而军阀混战所带来的人间乱象 并不比鬼煞带来的危害小 所以这部剧本身就是以大乱之事 鬼魅骤行来隐喻了当初混乱的历史 而成为妖煞的月起罗和长生不死的无心 自始至终都在寻求一种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爱情 只有在爱情的顺势空间当中 他们两人才能够真正地回归到人类的情感领域 虽然剧集当中展现的是关于妖煞的玄幻互动式 但是其背后是对于爱情的一种唯美追求 无心法师当中张若云饰演的张显宗虽然是一位配角 并且还被月起罗所利用 但是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剧中世俗的代表了 他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而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所爱之人付出一切 可以说张若云在其中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而这五部作品也是让张若云出到生涯里面最为优秀的五部了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一共看过几部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张若云暴瘦太夸张 身穿警服瘦成纸片人 在一众人群中瓜子脸瞩目 继黑胡之风影后 张若云又挑战警察角色了 但相比之前 张若云这回可真的瘦太多了 活生生成为一个纸片人 还是一个行走的衣架子 在翻牌路透中 张若云一脸正气 身材挺拔有形 穿着警服的他眼神坚定 晚上经过路灯的照射后 他的下颌线就显得更加清晰 五官也很立体 不得不说张若云这暴瘦真的瘦了太多 全身照看起来 张若云更像是一个薄薄的纸片人了 黑色西裤衬托筷子腿 双手背在身后很有感觉 在夜色的衬托下 比其他同剧组的演员 身材比例要更明显突出 因为人瘦了 脸自然也显得小 整个人的比例视觉看上去都显高了 据悉 这次张若云的警察造型 是为了拍摄《警察荣誉》 主演张若云饰演李大为 而女主则是白鹿 此剧讲述了青年警察 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与老警察的熏陶后 成为一名真正具有荣誉感 和耻敏感的人民警察 说起张若云这些年拍摄的作品 都是很具有正义感 同时也很考验演技的作品 譬如在《法医秦鸣》中 饰演资深法医秦鸣 前文提到的《黑狐》中 饰演黑狐突击队队长方天翼 《雪豹》中饰演优秀八路军指挥官 周卫国等等 这次张若云暴瘦同样是为了演戏 而且这样销售状态的张若云 都维持约半年了 脸部凹陷 下巴也变得特别尖 当然销售会显得整个人不太有精神 没有了脂肪支撑脸部 自然就更显老 对于自己暴瘦 张若云也在采访中明确表示 大家不要贩卖体重焦虑 他其实是一点点瘦下来的 如果大家要瘦 还是要追求健康的瘦 千万不要一味追求瘦而委屈自己 如果真的瘦不下来 那就控制身材在健康范围就行 没必要非得瘦得像纸片人 不得不说 张若云的确是一个 颜值实力双在线的优质演员 身材方面的问题 相信他自己才是对自己健康最了解的人 公众人物需要带好头 不可以宣扬报寿 给大家带来优质好作品 才是真正他们所需要做的 我认为你一件事 我认为你一件事 我认为你一件事